廣東建築物一樣在範圍內沒有改變 新北市城鄉局官員惠同農業局交通局 前往前立委黃國昌位在繫紙水源段土地稽查 仔細確認停車情況鐵皮建物後 針對菜園變停車場爭議進行開罰 黃國昌和菜園非法變成停車場 可以看到這邊還是停買的車 在8月27之前依然沒有改善 新北市城鄉局依法開罰6萬元 土地登記在黃國昌跟女兒名下 承租給二房東當停車場使用 違反土地使用規定 也還沒申請設置許可 交通局已在7月31號開罰負責人 也就是二房東3000元 而城鄉局在改善期限到期後 在8月28號開罰6萬元 看起來是跟我們前一次來這邊 做稽查的時候狀況是一樣的 並沒有做明顯的改善 會採除6萬塊的罰還 採除的部分的話是用累進的方式 那每次往上加3萬塊 我們下次就會罰到9萬塊 若30天後未改善再罰9萬元 最高將開罰30萬 對於黃國昌停車場非法使用 不少居民都表示 是否已多次派人來稽查 但就是未見黃國昌要改善 黃國昌在這一時間 他說都送來老母就好了 那是老母親的 你沒辦法 那些輔助就抓人了 現在黃國昌總不能說他不知情了吧 也希望新北市城鄉局 勿網勿縱 趕快把這一件事情 都處理完畢 黃國昌住家違建拆除中 但菜園非法變停車場 卻遲遲未改善 也讓爭議持續延燒 好 三大新聞 劉安靜有報 新北市城鄉局